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个结果 有些出人意料 刘娟的实力不错 排名反而靠后 李俊豪 唐九州唱跳基础很差 后续也没有亮眼的表现 怎么排名还在刘娟之上 邓孝慈几乎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是怎么排到第九名的 训练生的基本技能 颜值 粉丝的人缘度等综合因素 决定他们最终的排名 前九名的助力值总和超过一亿 占总助力值的45% 从助力数据可以看出粉丝的人缘度占着极大的比例 说他们决定了训练生们的去留 毫不夸张 而粉丝们选择支持的对象一定是有原因的 没有任何一个粉丝会盲目的支持一个人 有的人颜值出众 有的人唱歌厉害 有的人舞蹈经验 有的人个性突出 有的人综合实力强 下面就来看看前九名的训练生们究竟是因为哪种原因而被粉丝记住的 第一名于景天 自幼学习钢琴 2019年 参加韩国M-Net男团选秀节目ProduceX 101 成为进入决赛圈的唯一外籍选手 韩国对爱豆的综合实力要求很高 能以外籍身份杀进决赛 说明于景天是属于综合实力很强的类型 话说于景天的公司星宇因乐 一开始很多人说这也是爱奇艺的公司 但是有网友查证了 它的股权构成是南京稻草熊池股51% 星宇要云49% 南京稻草熊是香港稻草熊全资子公司 香港稻草熊的股东中确实有爱奇艺19.57% 折算下来 爱奇艺实际掌握星宇因乐9.98%的股权 赵丽颖和刘诗诗在这个公司也有股份偶第二名梁森 善于表现自己192厘米的身高 加上光头造型 一个冷酷大哥的形象在众多选手中很出彩 私底下又很搞笑 这样一个形象和性格反差极大的人 能够让人一下子就记住 2019年梁森参演了全职高手 饰演家世战队的孙响 但此后有头发的梁森销声匿迹 再次出现就是2021年 光头梁森成了青山独特的风景线 跟唱跳爱都不同 梁森看起来还是演员 他是属于个性鲜明的那种类型 第三名梁森伟 1998年出生 出道很早 2015年就签约做了实习生 2016年参加综艺明星的诞生 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 获得盛世独秀赛道12强 2019年参加青春有你第一季 但是总决赛第十名 一不知差无缘成团 但是现在他是自己做老板 既是连怀伟工作室的老板 也是唯一的艺人 希望连老板可以完成梦想 顺利出道吧 第四名李俊豪 1997年出生的李俊豪是时代俊峰的老大哥 老大哥的意思就是很早就签约了 但是一团和二团都成名了 老大哥还是没找到定位 老板李飞就放他出来参加青山 没想到在记者见面会上 本来不起眼的李俊豪因为紧张腿抖 一下子上了热搜 一下子成了大场喜剧人 人设立住了 人气也是真的高 最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 公司的群名叫称过第一轮 但是现在李飞已经安排时代少年团和三代弟弟们给老大哥应援了 不管在这个节目中成团与否 现在的他都不是18楼的小透明了 第五名唐九州 1998年出生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 2018年参加芒果TV新生主持综艺节目 哥哥别闹了 算是迈进了演艺圈的门 后来是因为明星大侦探第四季和秘史大逃脱大神版等节目有了知名度 第六名魏宏宇 他可能是青山开播以来出现争议最大的选手了 被前女友首思的程度 如果是已经成名的爱豆 就是传说中的房子他了 他的公司是北京大脸护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是大脸护鱼 但网友觉得他出这些事 公司都应该叫大脸护鱼才对 但目前来看 魏宏宇还在正常比赛 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其他事端 公司是2020年才成立的 也是一个很素的公司 只能说跟艺人一起慢慢成长吧 第七名孙义航 男子演唱团体一安音乐社成员 还是一安音乐社中的全能舞单 除舞蹈外 还能驾驭不同风格的歌曲 其独有的航式暖音 令歌曲演唱环节增色不少 它是属于综合实力强的类型 第八名刘隽 马来西亚华裔编舞师 2019年作为舞蹈老师 参加歌唱选秀节目 生林之王2 2020年 作为舞蹈总监 加盟优酷男团选秀综艺 《少年之名》 此外还为田富珍 易杨千玺等多名艺人的歌曲编舞 舞蹈实力一流 属于舞蹈初衷的类型 第九名邓孝慈 此前默默无闻 没有参加过任何节目 没有唱跳基础 只有佩戴金丝眼镜 气质清冷的形象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属于颜值出众型的 前九名有大家认同的 也有反对的 不管排名结果如何 第一次排名已经结束 对于训练生而言 这只是一个开始 谁能走到最后还不确定 希望所有晋级的训练生继续加油 放大自己的优势 让更多的人看到